今天是10月7日 應該要怎麼說呢 這個是特別的日子來的 因為10月7日、10月8日、10月9日 連續三天都是有些特別的 我們一會兒再慢慢說 剛才我想說什麼呢 我有些事情想說 在講新聞之前 因為我用5分鐘講完 如果這一節 做了7分鐘 可能會以為我們 是不是短了呢 這麼短 你怎麼也有十三四十分鐘才會遲養 有些朋友說害怕我嗎 如果有留意我有些人心水清的 會發覺我做節目 可以在一秒之中 去到100分高牌 然後突然 打下來 為什麼 因為根本 其實對我來說 香港已經很平常 去到這樣的環境 還有什麼值得你生氣 你說你不生氣嗎 是因為你全個血液入面 都充滿著憤怒 你一定要找個 辦法令到自己平靜 我兒子今年19歲 我想起19歲 當然我沒有看到他年紀 我仍然是一個大寶寶 但19歲的時候 我就想一下 他在做什麼呢 當然 分別是很大 為什麼是這樣呢 是因為 我們的社會 或者我自己做爸爸的 對他某一程度的 不是叫做 我兒子 現在 譬如說 我認為他自信心不夠 那些事情 如果有的話 可能是我錯了 亦都是因為我不懂得教 或者我給他壓力大 雖然我不理他 不理他不代表沒有壓力 是吧 所以 我們的年輕人 無論是怎樣都好 特別是年輕人 無論什麼事都好 我都認為是應該盡量 OK 去給他們機會 盡量去幫他們 就是 我自己試過 差半步 當然我的性格 我現在大約知道 我是不會學壞的 你不是那些人 但是如果不是 旁邊有人 扶一扶你 令你感受到 社會沒有遺棄 你於是 你會向著目標繼續走的話 其實很容易想歪一步 還想到沒有人理會我 就是這樣 所以我希望 如果我真的有沒有生日願望的話 我就是希望 不同政治意見不敢要 我真的不明白 有權的人我不說了 那些人是很慘的 他不會聽的 因為 他可能想做都做不到 但是沒有權的人 政治意見不同的人 當然未必聽過節目 當然 或者我希望 我希望你能聽到 即是你退一步 想一想 為何會這樣 然後多些包容一下 不同意見 特別是年輕人 這就是我最大的願望 就是多一點 我不用你給他機會 他想想 不要開口 現在年輕人是廢的 如果有任何廢 都是社會或環境造成 想想我們小時候 不是說我們是廢 你小時候 有時候爺爺的都會說 我們小時候一定是這樣的 一代一代 現在你老了 就把你自己的子女子孫說他們是廢 不是吧 嘩 你想你的子女子孫廢嗎 我個人我真的沒有什麼願望 我真的希望 大家和和一下 以傍著我們的祖國 偉大的祖國 和我們的特區政府 OK 一起為這個 大灣區 加 什麼什麼三圈兩棟 你有沒有 去奮鬥 去打四圈 OK 好 明天繼續 拜拜 你